公庙普渡拜拜不忘做善事 位在新北市汐止的武东山慈盛工 因为听闻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对乡礼大小事非常热心 服务又好 特地将上千斤普渡拜拜的白米 以及酱油 米粉和饼干等物资 运送到杨秀玉服务处 请议员协助转正 帮助弱势家户 武东山慈盛工是咬死金母娘娘 就是有企业普渡有一些谜 一些普贫 我认为我们企图杨秀玉 杨秀玉议员 他都有做爱心 所以我们就监献给他 请他帮忙 照顾一些落宿的 杨秀玉也非常感谢慈盛工发挥爱心 他一定会把这份爱心 转送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家户和民众 首先我还是要谢谢我们那个 武东山慈盛工理主委 还有这几位的委员 今天特别来到服务处 送了一千斤的米 还有一些普渡的一些贡品 那么真的还是很谢谢你们的发心 那我会把这些 就是他提供这些物资 提供给一些我们七肚区需要的一些乡亲 那我这边就平常就有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 就是服务 那也会有一些名单 那我会通知这是各里的里长 还有一些社区发展协会的市长 如果你们里内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服务处这边来索取 杨秀玉也表示 有需要的民众 也可以直接到服务处来领取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